倒閣是憲法上面的規定 但是是非常非常萬萬不得已的手段 到立法院被詢直接高呼 倒閣是萬萬不得已 因為總預算案朝野陷入僵局 新年院長周榮泰在臉書發魂 以餐廳點餐來比喻預算的審議 寫下當然餐廳也可以決以把我趕出去 然後一切重新再來 被質疑難道在暗喻倒閣嗎 引起在野黨批評 朝野立委炒番 在本屆國會嘲笑野大的局勢下 今年法國的例子一直被拿來借鏡 法國總統馬克宏二零二二年選舉後 失去國會絕對多數 影響施政 在今年歐洲議會選舉結束後 馬克宏宣布提前解散國會 重新選舉 但以我國憲法來看 要倒閣到解散國會 難上加難 歐洲的 大部分的國家 他們在這個倒閣權的設計上面 是給予內閣主動倒閣權 可是我們中華民國的 憲法設計 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設計成為報復性的解散國會 倒閣的方式 或者說解散國會的方式來解決 目前總預算的爭議 依照我國憲法 首先要全體立委三分之一以上連署 對行政院長提出不信任案 經濟民投票表決後 如果全體立委過半同意 行政院長就要在十天內提出辭職 但如果未通過一年以內都不得對同一位行政院長 再提不信任案 而要走到解散國會 是要在立法院通過對行政院長的不信任案後 十天內總統諮詢立法院長後得宣告解散立法院 立法院解散後六十天內必須執行重選 民進黨立委批國民黨不敢 因為選一席區域立委要花多少錢 有學者說上議 根據前立委文婉裕曾經發文寫下的數字 三四千萬都是常態 激戰選區花費可能上看一元 國會其次版圖要砍掉重練 朝野誰敢冒險 而行政立法部門由不同政黨掌握的分立政府 我國史上不是頭一招 扁政府時期朝小野大早有過招 但如今總預算案懸而未決 政治僵局怎麼解 這場如何點餐的協商循環 看來還得持續下去 華社新聞 莊錫江玉文 內心調柱台報導 哈囉 我是陳雅玲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社新聞YouTube頻道 各位аемся不astern 我無רא 感谢观看